工人十年工资才能在城里买一间小房子 男子却凭借卖没人要的黄扇 一天挣的钱就买了七间 结果却一间也不住 紧接上级 男子出2.5倍的高价收购这套院子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唯独有一户人家却不愿意 阿爷 要不你把他的联系方式跟我说下 凭我这张给粉丝们一样帅气无比的脸 我亲自找他 野长 牛羹发现在人在江淮医院住院呢 是矿上的员工啊 也不算正式的吧 这人轴得很 认准什么事情之后 那真是把匹马都拉不回来 这小子拿胆子也大 所以外号叫牛铁胆 你说谁 牛铁胆 大力一脸猛低 对于那个缝针不用麻药的汉子 自己记忆还是挺深的 虽然这人不好劝 但还是有点成功率的 大不了刷脸 救命之恩麻烦你结下账 可问题是 江淮医院对于自己来说 现在不亚于龙坛虎穴 琢磨了半天 也就胡家豪对那里比较熟悉 找上胡家豪的时候 他正在家给他媳妇熬爱心粥呢 立刻 尝尝我这练习厨一两年半 熬的爱心粥 你管这玩意叫粥 弟妹 你平时真是辛苦了 本身吃药就够苦了 还要吃这些比较还苦的粥 老力 你过分了啊 我好心请你喝粥 你居然这样编排我 胡家豪媳妇笑眯眯的看着两人斗嘴 自己男人是为了自己才来江淮的 这两年为了自己的事情 整天愁眉苦脸的 现在总算有点年轻人的着气了 老力 你找我啥事 也不是啥大事 求你帮我当个中间人 随后大力把自己买房的事情说了一遍 胡家豪听完后一脸迷惑 事情我是知道了 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谈 有点小插曲 这忙你能不能帮 薄达 多大点事 两人从胡家豪家里出来 直奔江淮医院 大力在外面等 胡家豪进去谈 蹲了半个小时 胡家豪这才从医院里出来 你小子 真是悲胆啊 居然冒充医生去救治伤员 万一出什么事 你就完蛋了 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 我那是剑义勇为 还有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提冯真的事情 那牛铁胆就千恩万谢的 这不一炸就炸出来了 进去那么久 事情谈成了没有 当然没有 你不知道 那个牛铁胆轴得很 不相信我的话 觉得我是个骗子 非要跟你见一面 我感觉再说他就要喊人了 所以赶紧出来了 大力直脑头 难不成自己真冒险进去 这年头 虽然是剑义勇为 但是冒充医生去救治伤员 这要被发现了可不是小事啊 冒医生 回去就跟你过土地使用权 你要是不为难的话 我确实想买你的房子 不为难 反正我就自己一个人 也没个对象 住哪都一样 你人这么老实 又踏实肯干 咋没找个对象 生病的时候也能互相扶持一下 这不是认识的姑娘少吗 相信也没人能看上 那你去新玉上看看 你这条件 肯定不老少小姑娘喜欢你 新玉 那是啥 就这个 现在城里人的姑娘小伙 都在上面找对象 你看 打开就能看到附近几百米的单身美女 长相 条件都不差 漂亮温柔 贤惠懂事的多得很 关键都是真心找对象过日子的 资料照片随便看 相中的直接就能语音视频 也不要回原傻的 可方便了 而且上面女多难少 小姑娘都热情的很 你看这才一会儿 都十几个美女主动打招呼 这靠谱吗 真能谈成 那还有假 推荐的都是本地的 前村的大流就在上面找的对象 女朋友还是个老师呢 这都要结婚了 这么好呢 等会我就试试 早点领个媳妇回来 你直接点我左下角 下一个就能聊了 这样 价格我再给你涨一场 看在我给你介绍新预测事上 我买你房子 这是你不能跟别人说 我不要你涨价 你就按照施价给我就行 不过我想求冯医生您一件事 求我 那你说 大力不明所以 不知道牛铁胆有什么可求自己的 我这身子受过伤了 又不是矿物局的正式职工 等我好了 矿上估计也不能让我干了 我听他说冯医生您是要开店 能不能让我去干点活 啥活我都能干 大力没想到牛铁胆 求自己的事这件事 按说小饭馆的人是够用了 不过多一个也无妨 而且牛铁胆这人挺忠厚的 这样的人用着也放心 这倒是没问题 不过我就是一个小饭馆 工资可能不会很高 工资啥的无所谓 给口饭吃就成 不然我这丢了矿上的火 吃饭都成问题 那行 你恢复好了就来上班 别的不说 吃喝肯定管够的 谢谢冯医生 谢谢冯医生 行了 你别拘功了 伤口还没好呢 你先回去休息吧 和牛铁胆说好以后 那小饭馆就可以布置起来了 这人挺老实的 对 老实中偷着点俏皮 你看他那白衬衫 混着一抹鲜红 挺有创意的 那是冯号服吧 我去 他伤口甭了 胡家豪赶紧找人 给他处理了一下 不然乐子可就大了 有了牛铁胆这边的首肯 大力就放心地 跟院子里其他家谈收房的事情 众人听说大力说服了牛铁胆 一时间还有些不相信 院子里不算牛铁胆 一共还有六户人家 你们这房子 按照市价 也就两百三左右 这个你们不反对吧 我们问过了 外面那些独栋带独立院子的 大概在三百块钱的样子 我们这种二百三也合理 大力笑了笑 这年头人还是淳朴 也不会坐地起价 往后再走十几年 就很少见了 每家我按照市价多出两成 也就是四十六块钱 所以总价是二百七十六 我给你们装个掌 一家二百八 这数也极利 众人都是没开眼笑 二百八确实不少了 自己在天点钱 就能买个独门独户的 有一个属于自己都小院子 现在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 每天早上光是抢厕所 都恨不得打起来 和众人签了协议之后 大力又找到黄旭华 虽说这几家房子保养的都不错 但还是要装修一下的 好歹得有个饭店的样子 回到家 把饭店的事情和老爹说了一下 年轻人 有闯进是好事 但是得把握好度 你可得注意 放心吧爹 手续都齐全的 四哥 药芯都过去干活了 我是不是也能干点啥 你除了会干饭 还会干啥 说到干饭了 四哥 那我是不是能吃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药 烧花鸭 烧厨鸡 烧紫鹅 乳猪乳鸭 酱鸡 腊肉 松花 小肚 酱肉 香肠 食井 酥盘 熏鸡 白肚 清蒸 八宝猪 姜米 鸟子 罐野鸡 停停停 你给我搁这水食肠呢 你除了吃 你还会一想天开啊 对了 饭店需要的柴米油盐 还有食材啥的你准备从哪弄 蔬菜还好说 大堆那么多自流滴 从黑皮大壮他们几个手里收的就够用了 蔬菜不是啥男士 米面 肉类 这些就不是随便能弄得到的了 特别是米面 没有粮票就买不到 看来还得去找一趟胡家豪啊 随后来到胡家豪的家里 大力把事情说了一遍 所以你准备收粮票 矿上和国营厂子的职工 往往能剩下点粮票拿来换钱 我专门找两个人去收 问题应该不大 那你干脆跟国营厂子一样 也收粮票不就行了 费这个劲干什么 咱们这的饭馆 不光是要味道 服务做得好 还得给人行方便 而且你放心 我到时候有两个价格 一个是用粮票的 一个是不用的 保证不会吃亏 那肉呢 大堆那边我打了招呼 各家各户每年养的猪 除了一部分送到供应站外 剩下的其实也会用来改善生活 或者换钱 我直接给他们收了 反正都是要卖的 免得他们还自己跑一趟 另外我准备多弄点 鱼虾黄扇之类的 这些不用肉票的 做得好吃 照样不缺客人 你这想法是真厉害 还缺不缺合伙的 送我一个呗 大力琢磨了一下 自己在矿物局门口盖生意 还真需要一个 能震得住厂子了 也不是不行 入冬之后 我还得手动围 到时候饭店这边 估计估计不上 你要是有时间 就多来看看 遇到事情就解决一下 我给你算一程的份额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保证给你看住店 两人说不上 谁占谁的便宜 甚至不要分成 胡家豪都能帮大力看住店 就是想着能够 报答一下大力 一连忙了半个多月 小饭馆总算是收拾起来了 黄旭光找的逆子粉 加上胡家豪找的水泥 整个小院焕然一新 徐燕托各种关系 搜罗来的锅碗条盆 桌椅板凳 后厨备了菜 硬积的蔬菜 半扇子猪肉 前侧看到这个厨房之后 眼睛都直了 不愧是咸呆化 黑科技 鹿屁红红带山店的厨房啊 这兼致就是给俺们 赶处子的任量神准备的呀 有了这个 我超期采赖都能一个定量个版 除此之外 一个看起来 稍显朴素的牌子 也挂在了门口 上书四个字 支卫小馆 名字不大 创造神话 但咱们一下 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 支卫小馆 这就算是正式开业了 小院里众人情绪有些激动 各位 咱们的小饭馆 就算是正式开业了 不过能不能干得好 那还得看各位努力 话我不多说 大家尽力干活 我尽力 给你们发钱 众人欢呼雀跃 谁都不曾想到 如今不起眼的小饭馆 日后进成了整个 将还数一数二的大饭店